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四眼闻的佛牌频道 那在我们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们再次呼吁大家 那只要我们这一个视频呢 达到200站以上呢 我们将会抽奖 然后呢 送出五枚佛牌 然后呢给我们的粉丝 那参与的方式很简单 你只要在视频底下留言 留下你的电邮地址即可 那如果抽中你的话呢 我们会通过电邮来联络你 今天我们的视频呢 我们要谈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视频是要谈一下 有一些人呢 他们会非常的排斥跟害怕太过佛牌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个人呢 就是最近遇到一些这样子的案例 那我总和了一些他们的想法和观念呢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到底泰国佛牌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 第一个观念呢 就是泰国佛牌很邪门 那都是用一些降头术去制作 然后呢 泰国佛牌都是用一些很邪恶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骨灰啊 骨头啊 尸体啊 等等去制作的 所以呢 人带了会有报应 降头术跟南传佛教呢 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 那其实在任何的地区啊 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巫术 那降头术呢 其实就是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巫术 比如说像华人有道教 道教里面呢 也有所谓的茅山术 茅山术呢 也有养阴灵 OK 也有操纵灵体的一些法术在里面 那比如说像藏传 藏传的话呢 也有用一些人体器官 比如说骨头 头盖骨去做一些法器 那这是个别的宗教的一些法门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巫术 不只是说泰国 对吧 马来西亚有 印尼有 菲律宾有 整个东南亚各地都有这些巫术的存在 这个是很多年一直以来都有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泰国佛其实是属于南传佛教 是佛教的一个分支 而降头术并不是佛教里面 OK 一定有的一个东西 而是南传佛教传到泰国之后 传到东南亚之后呢 跟我们这一边的一些就是地区性的一些文化融合 这个就跟藏传佛教流到西藏之后跟本教融合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佛教是佛教 降头术是降头术 那有一些人就非常就是很极端的就说 所有的泰国佛牌都是用降头术制作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导 那南传佛教其实呢 反而是最接近于传统佛教的一个 所谓的派系的佛教 那么他们每一天早上一样有做早课 一样有出去化缘 而且所送唱的经文是巴黎经文 跟所谓的降头术压根就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这些师傅 有时又会接触一些所谓的神通法术呢 这完全是跟早年很多的师傅 进去森林里面做苦行 的整个过程当中 跟一些法师或者跟一些鲁席接触 然后呢所得到的一些所谓的神通法门 那这些师傅他们苦行至森林里面呢 跟这些法师或者修行者或者所谓的鲁席呢 去学习这些法术之后呢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那其实这些师傅学习这些法术啊 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希望帮助一些普通的百姓 因为在当时候呢 是有很多的一些巫术 然后呢可能就是当地的村民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就像是你今天你用毒 你一定是必须先了解毒 那么呢你才能够懂得如何去制造那个解药 所以当时候师傅呢 他们需要帮助这些村民去解决这些巫术的问题的话呢 那他们自己本身就要先了解 那么在通过这个学习当中呢 就有一些泰国圣物呢 就融入了一些这些所谓的法师或者是行者或者是鲁席 他们所使用的一些传统的法术 而师傅他们在注入这些法术到佛牌里面的时候呢 都是属于正能量的 但是如果说所有的泰国佛牌呢 都有音料或者有骨头啊有尸体啊等等 这完全是一种误导 可能是现在网络资料很发达 而网上有一些错误的讯息在传播 就导致一些人会有这样的观念 其实泰国佛牌呢 使用音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佛牌是不使用音料的 那许多正庙制作佛牌呢 正规制作可能就是用花瓣啊 生理资胜的米粒啊 以及书写的一些经文 所收集回来的粉末啊等等的 或者一些老铜像金属啊 法器容器的金属啊等等的 那其实呢佛牌的制作压根 就跟降头数没有关系 第二点呢我们谈到就是啊 之前我的顾客就讲说 他的家里人不让他带佛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带了佛牌会好运 好运的原因是因为 你把你后半辈子的运气 搬来前半辈子用 然后呢你后半辈子把运气 花完之后呢你就很倒霉 甚至啊会有生命的危险 我觉得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 具有误导性质的 首先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带了佛牌之后会好运 因为呢佛牌是一个进化的力量 那师父把金奏 把自己的修为 把自己的福报跟功德 那么呢去进化这个佛牌 让这个佛牌有一个进化的能量 那我们在佩戴的时候呢 冤亲债主啊 霉运啊 邪灵啊 恶鬼啊 等等不好的东西 就会因为我们有佛牌 而远离我们而去 而让我们呢都是属于满满的正能量 那我们做起事情来就更加的顺利 从而呢提升我们的运势 而不是说把后面的运气盖到来前面 所以大家先去了解一下 我们带佛牌 并不是说你带了之后呢 就把后半辈子的运气盖来前面 然后你什么都不干 然后就发大财 而是佛牌是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能够去更加有更多的机会去发挥你的能力 让你在努力之后呢 会更加的有机会得到你想要的成果 而不是说带了之后运气很好 什么都不干就发大财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去真的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不要再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第三点呢就是很多人不敢去接触 不敢去碰佛牌的原因呢 是因为就是可能啊 很多的一些牌商啊 把佛牌搞得很复杂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避记很多 而且供奉很麻烦 那首先啊 我个人是带佛牌是没有什么避记的 我个人带佛牌呢 是怎么带都行 那基本上就是尊重 把佛牌带在上半身 没有带在下半身 这样子 然后行房的时候不带 那么如果佛牌没有带呢 我觉得一般上会放在比较高的地方 那所以呢 我个人呢 带佛牌带了十多年了 那我个人呢 也是从可能真的很穷 然后我通过佛牌的帮助一步步的 现在我也买房子 我也有车子 我也有家庭 也有孩子 那生活过的也还可以 那我就跟很多的粉丝讲 首先第一点啊 如果佛牌有很多的避记 然后呢 如果这些避记犯了之后呢 破戒会对自己不好 然后造成报应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先报在我身上 我十多年了 我还是这样子带佛牌 我也没有什么避记 那有些牌商啊 又跟你讲说 佛牌要供奉啦 如果供奉不好的话呢 等一下又有报应啦 那可是各位朋友 你去想想看 一个泰国人 他家里可能有几十枚 甚至几百枚佛牌 那他没事去庙里拜拜 师父就送他几枚 对不对 那他有没有可能每一天清早 把所有的佛牌摆开 先拜一下 点一下香 然后呢 供一杯清水 然后才去工作呢 对不对 有一些是农民啊 他可能七早摸 他就要出去工作了 我讲个最简单的吧 OK 你去那么多的一些佛牌店 你走走 那个佛牌的那个柜台里面啊 不管是泰国 或者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 香港 台湾任何地区都好 对不对 一个佛牌店里面 最少的几千枚佛牌吧 那那个老板是不是每一天早上 要把全部的佛牌搬出来 然后呢 一盘一盘里面呢 再拜拜拜拜拜拜 然后呢 供薪水 供花朵 再把那个佛牌摆回他的柜台里面 再跟你结缘呢 很多佛牌上他自己讲的东西 都是他自己都没有做的 OK 所以呢 佛牌 那你要供奉 不供奉 这个是自己的心意 但是不供奉 不代表他会有报应 对不对 那我自己就本身没有供奉了 我那么多佛牌 我哪里可能每一天早上起来 每一个佛牌去送一下经 去供奉一下呢 对不对 那我觉得带国牌最重要的呢 是心诚 那如果你的佛啊 这么小气 你不供奉或者供奉不好的话 他就来报复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还是佛吗 那么 泰国佛牌呢 根本都没有这个所谓的供奉不好 会有报应的问题 你问我有位佛牌典箱吗 有诵经吗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 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正规去学过怎么样诵经的话 那你去送如果送错的话那更不好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佛牌在交到我们手上之前 师父已经有诵经 那就已经有开光了 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法律 我们干嘛要诵经呢 对不对 那点香不点香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我个人是没点了 那么那么多年我也还没有报应 所以我也活得好好的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综合我上面的三点 其实真的带佛牌啊 我个人的经验是 币迹越多 然后烦恼越多 要怎么攻啦 哎呀有这个币迹不能做 那个币迹不能做啦 就是有越多我们所谓的搬档 越多所谓的币迹的人呢 带起来啊 越不顺利 可是呢 反而是我很多的顾客就是 单纯的心理尊重 相信佛法 然后呢 就努力的做事 相信佛牌 反而是这种人呢 带起来最顺利 所以呢 我希望今天小小的分享呢 能够给大家带了一些新的一些知识 那 大家记得 点赞 留言 分享我们的视频 然后呢 关注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第一时间 获得我们最新视频的资讯 那么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